实际上每次旅行 根据旅行的目的地的不同 还有我所处的环境不同 以及我想拍摄东西的不同 携带的设备清单 实际上是截然不同的 像秋天还有平时公路旅行的时候 我都会带一些比较特殊的物品 所以借着这个出来秋游的机会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在秋天或者是平时进山 hiking 拍一些瀑布 总之就是山景 以及咱们开车出来公路旅行的时候 我会带哪些设备 我之前在背包这儿有一个外挂系统 其实这个系统我真的是买了之后 就没用过几次 并且现在也压根就不想再用了 还是觉得不是特别的安全 而且我现在的机身又比较偏大 所以挂在这儿叮咯当的 真的是反正整体的感觉 整个人都很不好了 从那之后我就一直研究在徒步或者经常走动 想拿出相机又要经常放回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怎么能够有一个更方便的携带方式 于是我就开发了一个新的途径 我现在使用的这个是Shimoda的Top Loader 它在上边有一个开盖 然后把相机这样放进去 这样每次拍摄的时候拿出来 因为我平时不太爱用背带 脖子疼挂在胸前走来走去 也叮咱当的实在是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更保险的方法 我觉得还是把它不用的时候收纳到包里边 那么这样有了Top Loader之后就方便多了 买这个Top Loader实际上是因为我两个机身都比较大 之前是富士的50S2和D850都属于比较偏大型的 所以其他品牌类似这样的设计就放不进去 那么如果大家也想选择这样的一个方案的话 其实可以看有很多品牌 很多选择便宜的柜子都有 如果你买的是其他品牌 可能还是需要去考虑一下 怎么挂在这个包上的问题 我这个袋子是这个Smoda 这个包它买的时候就自带的这样的一个两个挂绳 我把它一个放在上边一个放在下边 掺着一点 省得它这底下叮咯咯咯的乱晃 这边我用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挂钩 把它给固定在我的左胸前 这样它就可以偏在左边 这跟挂在肩带上其实区别不大 但是相比较来讲要更安全还防雨 这个包它就是防雨的 并且它还有一个外边的防雨罩能够把它整个包起来 所以在安全系数上要更高 在之前的视频当中 我分享了我平时出来旅行的时候 是如何去备份和存储我这些照片数据的 有小伙伴问到这个关于电源的问题 咱们在这个视频里边稍微的提一嘴 每一次出来旅行其实挺头疼的一件事 就是要带很多的充电电源和线 我确实也对这个事非常的上心 因为还记得之前我也是秋天出来拍红夜的时候 整套充电的设备 线什么的全都忘带了 所以从那之后我就花了一些时间在这上面进行一些收纳管理 还有存储上面的一些考量 现在我出来一次就带这么多东西 这盒其实都没装满 这之前是那个买GoPro时候送的 我觉得用它做收纳特别的好 像现在我就只带这么多东西就可以了 充电器 读卡器 带这样的一个电源座 像我平时出来还要带电脑来备份 还有去充这些设备 大家都需要一个USB-C的充电接口 那么如果带很多设备的话 就要带很多的充电座 非常的麻烦 像接线板又没有特别多的USB-C的接口 所以那个方案就被我抛弃掉了 那么改用这个充电座之后 确实减轻了不少负担 现在出来就只需要带这一个充电座了 当然相机尼康还是有自己的充电座的 像我带的GoPro Pocket 还有笔记本电脑 以及手机都可以使用这一个充电座来完成充电 它一共有三个口 可以同时充三个设备 然后再带几个线就搞定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节省背包空间的话 那么可以考虑这种大功率的充电口来解决这个问题 像公路旅行其实随机性比较大 不太确定今天到底能拍到什么样的景色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选择下呢 就要有所取舍了 所以呢我就不带我那套大的方片滤镜了 改用这种圆形的滤镜 那它一套其实基本上就可以满足日常拍摄的大多数需求 我觉得90%到甚至于95%可能都能够满足 像拍日出日落或者是再拍一些瀑布 甚至于长曝光什么的 这一套滤镜呢就可以解决这所有的拍摄需求了 所以少了一个界面滤镜呢我觉得也不错 但是呢它可以给我的背包至少减少一半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我现在这个包基本上出来 其实说实话真的装不下那套方片滤镜 所以基本上我就有只在城里边的时候才会使用这套滤镜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设备和我平时使用的有很大的不同 那就是UV滤镜 经常咱们出来的时候啊 实际上天气是很难预测的 可能忽然间下雨了 或者说去瀑布拍 反正只要是有水 可能会打到我这个前组镜片的这种环境 或者是说你看现在这个风很大 在丛林里边会经常往上吹 甭管是花粉啊土啊还是一些植物上的一些东西 都可能会造成镜头前组镜片给弄脏了 所以通常我会出来的时候呢 戴上一个UV滤镜 拍的时候如果不用就把它拧下来 放上其他的滤镜 但是大多数时间我会使用一个UV滤镜来挂机 主要就是为了提供一个更呵护的保护的这么一个作用 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在选择UV滤镜的时候 咱们还是不能随便买一片就行了 在选择UV滤镜的时候呢 有那么两点需要去特殊的考量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画质是否有很大的损失 那如果你买了一个UV滤镜 放上之后发现和原来拍的这个画质啊 是有直观性的差别的 那咱这UV滤镜麻烈的 不是退货就得赶紧给扔了 再有呢就是这个UV滤镜 它不能够出现鬼影 鬼影通常呢就是咱们直着去拍摄一个有灯光的东西 比如在小镇里边它是会有一些街灯的 那么就会在这个相机镜头里边 会出现一个奇怪的小亮影子 一个光斑那个呢就是鬼影 如果这个UV滤镜出现这个鬼影了 要么就是把它拆掉 要么就是说明您这个UV滤镜啊 它不是一个合格的产品 所以在选择UV滤镜上面呢 基本上咱们选择比较大的品牌 新的过的品牌 然后也别图便宜 问题都不算是很大 我现在使用的这个呢是卡瑟的SMP MCUV 这样的一个滤镜 它专门是给广角设计的比较薄的款式 还有就是如果咱放到这个广角镜头上 千万别选那种特别厚的 可能会出现一圈暗角 那如果出现暗角呢 说明这个滤镜呢 可能它的设计结构上有点太厚了 总之这几点吧 大家稍微的注意一点 那么UV滤镜呢 我认为在旅游的时候 还是给咱们的挂机镜头背一个 秋天在山里边实际上天气呢 是变幻莫测的 然后也很难去预估 所以水分会比较大 无论是清晨的雾气 还是说白天的这种 可能会下雨的天气 所以在防水方面呢 我会做一些准备 我平时其实长时间 这些东西就是放在前面的这个兜里边了 如果在城里边下雨呢 我也会把它们拿出来 首先相机的防水罩一定得有 这是一个相机的防水雨衣 还有呢就是我穿的雨衣 这个是在B&H店里边买东西的时候换的 说实话其实根本就从来没用过 因为每次下雨 我都是顶着雨水 在雨里边拍照 还有呢我会带一块小毛巾 如果有雨呢 或者水在这个相机上 就赶紧给它擦一擦 站一站 除此之外呢 这个包它还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防水罩 虽然这个包它本身是一个防雨的设计 但如果特别大雨 我试过啊 特别特别大雨 倾盆大雨那种 这个缝隙呢 还是会房里有那么一点点渗水 所以还是需要带一个背包的防水罩 那接下来呢 特别的咱们说一下这个防水罩 因为有好多小伙伴给我留言 就是说下雨这个相机该如何做一些防护的措施 实际上在之前我发的帝国大厦 就是彩虹的那一期 里边有拍过一个 我当时这个相机用防水罩的时候的一些视频的画面 但是并没有做一个特别详细的介绍 因为那一天实在是太突发了 完全没有那个时间来做介绍 今天刚好有空呢 就来给大家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 实际上这个防水罩呢 有很多种 有的就是一个跟塑膠袋似的 但我的观点呢 就是说既然花钱了 咱就买一个一劳永逸能一直用下去的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个Think Tank这个品牌 实际上我还挺喜欢这个品牌的 但是这品牌其他的产品呢 我还真没看上 所以呢就买了它一个防水罩 这个防水罩是中号的 如果您搜的话 就是Think Tank它的防水罩 中号的就是我这个尺寸 您看特别的大 从这块计算 因为这块它是一个可以挂在相机热靴上的 但实际长度 您看从热靴到这个前面 它是可以放在一个超长焦镜头上的 太长的可能不行啊 像我平时用的100 400 肯定是够的 差不多我觉得可能到600之内的镜头呢 应该都能用得上这个中号的 再大呢您可能就得买那个大号了 小号我就不推荐大家买了 因为万一咱有个这个长焦镜头 那小号呢它就装不下了 它前面呢是这样的一个魔术贴 打开之后呢 它就可以把这个口放大了 然后把相机镜头呢给套出来 我认为使用这个防水罩的过程当中啊 相机一定得有这个遮光罩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 它的这个外边的这个卡的这个口啊 刚好卡在这个遮光罩上 我试过如果不带遮光罩的话呢 它有可能自己就往前突露到前面来 可能就会挡住镜头出现暗角 或者说就总之用起来不太利索吧 所以一定要记得千万带一个遮光罩 把它捆在这个遮光罩后边 拿遮光罩把它给卡住了 而且这个遮光罩实际上还能起一点挡雨的作用 那这样呢就没问题了 你看这个基本上呢就可以把相机呢卡在这里边 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了 而且它这后边是带一个窗口的 通过这个窗口呢是可以看到相机的屏幕以及参数的 所以在雨中呢我就可以这样在这里边去操作了 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好用 之前一月份的时候呢我在纽约拍摄的时候 那时候是冬天嘛天气挺冷的 早上起来我那相机呢就起雾了 后来呢我就买了这样的一个储物袋 然后呢把它接上充电宝呢就可以让相机的镜头不太容易起雾了 这样在早上拍摄岩石的时候呢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储物袋这个产品其实选择性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市场上也没啥特别好的选择 我这个是海大的 它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魔术贴的材质 在使用这个储物袋的时候 我觉得也最好有这个遮光罩 给它稍微的卡住一下 不然它可能就会移动 在使用这个储物袋的时候 认为需要比较注意两点 一是一定要有这个遮光罩 这样咱们还是可以把它给卡一下 再者呢就是千万小心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误碰这个储物袋 我这个呢是绑在了这个对焦环上 那也有可能您那是这个变焦段的这个环 总之无论是哪个环吧 咱们如果不小心您看这样碰了呢 都可能改变焦点或者是改变焦段 如果是拍岩石这类的摄影呢 那咱这个片可能就废了 所以在拍摄前期绑这个袋子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要更小心一点吧 就是在拍摄前最好把它给进行固定 或者是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最好就不要碰它了 我一般是把这个揪给它拧到最下边来 然后把它给绑在这个下边 这样呢我就至少不会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在旁边碰到它这个线的位置导致它移动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使用小课堂 我这包啊确实真不轻 走远了也真不行 所以说短途呢没什么太大问题 公路旅行嘛 就分享到这儿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滴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每次出来旅行都跟西天取经似的 大包二包的 知道的是出来拍照片来了 不知道 这干嘛呢 跟野战部队似的 看着不是夸张 那边说这山里还真冷 所以大家出来的时候别忘了多穿点 穿暖和一点 反正有车嘛 背上一点 没什么坏处 得嘞